这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大陆下一艘航空母舰 也就是国产的第三艘航空母舰 很可能会采取核动力的推荐架 能够保证解放军的航空面对 远航作战 减少补给的制约和限制 确保海上的远程军力投射 报道说传统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出海 需要各式的后勤支援当中 包括了油料补给舰 还要有前线的基地推行 以维持常规动力航空的运作 不过核动力航空母舰 可以减少油料补给的依赖和益域的限制 根据新出版的航空母舰 最新出版中国大陆 现有三艘航空母舰 都是采用常规动力的 最新的中国国产的福建舰航母 六月下水 并且进行第一波事件 估计明年会展开航行的测试 而福建舰航空母舰 使用了最新的电磁盘射系统 电磁盘射可以写到重型的战机 运行机 在航空母舰上 无知穿的快速的起飞 不过所耗电量既大 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 需要提供电磁盘射战机 所需的电脑 需要消耗大量的油料 除了航空母舰本身 携带油料以外 出海延续 甚至作战 必须要有油料武器舰 一路的跟随 保障攻击 这也成为了常规动力航母 以电磁盘射系统 最新的一个很好的矛盾 而对新的情况分析 像是中国海军 在攻击核潜艇 弹造导弹核潜艇上 已经成熟的 使用核反应录 核子推行技术 对中国的舰艇 不是问题 而如果采用核动力推动的 核动力航母 核子反应录的核能 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 编次航空系统 所需要的电脑 直到航母的战机 突击了战力背上 因此从座上的效能 和全球的军力的影响力来说 核动力航母 确实具有重大的作战战力因素 而对美国最新的说法说 极邦军的良宁号 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在出海演续 特点是在深入海海 或出西太领航 远程航空系统 都会被飞起 发现过在航母编队当中 有补给舰 有使 还不止一艘 或者中途 有轮换 不同的补给舰 因为航空母舰的 远航演续 不妄想航母本身 航母上的战机机生 也需要油耗 提供动力 航母上的经测性 运作也需要油耗 产生电脑动力 再加上 肩上的官兵人员 生活的补给 都成为常规动力的 航空母舰 远洋巡航 甚至作战 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外媒曾经引述 台湾的战略研究 分析过解放军的 辽宁号山东航空母舰 在南海 西太美洋等级延续 都配备跟随有解放军 大型的综合补给舰 甚至有专门的 油料补给舰 台军内部的 研讨报告指 常规动力航母 面对的挑战者 就是补给问题 特别是长途的补给 台军内部的报告方程 一旦两岸开展 如果解放军 出动航母 普遇进入台海的外形 解放军的航母的补给线 将是当中关键一款 可以考虑 打补给线 打补给线 甚至有台湾军方的智囊体 台湾因为有靠近的地理制片 可以学术定位 并攻击航母的补给线 因此为了突破 常规动力航母的补给的短板 减低补给 是由航母作战的制作 未来 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 必定会发展 核动力航母 移力于大运步 远距离长时间的作战 最新的情报譬如说 中国已经完成了 第四艘航空母舰的设计 极可能是核动力的工具 在2025年到2027年之间 正式下水